今天是你们想要的三头内容 相比要练二头 很多有经验的小伙伴 他们会更倾向于练三头 因为只要三头稍微练大一点 那你从视频上 你的手边会看起来非常的健硕 特别是夏天穿短袖的时候 但如果你练了很长时间 你的三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 那是时候改变一下你目前的训练方法了 第一点 目标不是要拉起重量 而是要用这块肌肉去把这个重量拉起来 因为咱们练肌肉很重要一点 就要感受这个肌肉在发力 比如说横杆下压 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去 把这个横杆压下去 而不是通过收拾三头 去把那个重量给提起来 虽然是这个小细节 但是效果却千差万别 如果你只想了把横杆给压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稳定肌肉 就会不自觉地过多参与发力 比如说你的中下斜方了 你背过什么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的是通过收拾咱们的三头 去把那个重量给提起来 那你的三头的发力感 都会变得特别的强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比以前有更强的酸痛感 更深入的刺激 更快的进步 第二点 尝试在向上拉伸的时候呢 用力去收缩我们的二头 就是像我们上个二头视频说的一样 就是要尽可能给这个肌肉啊 施加更多的张力 但是呢 当我们在练习三头的时候啊 最容易失去张力的阶段 不是在向下收缩的时候 而是在向上拉伸的时候 你现在呢 就可以跟着我体验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啊 向上进行拉伸 你摸下你的三头 是不是很转塌塌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 用力来收缩我们的二头 你的三头也会变得硬帮帮的 那通过这个办法呢 就可以让你的三头 在一组里面能够保持持续的张力 同时还能有最大化的拉伸 再结合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 通过来收缩三头 就把这个重量提起来 我靠 爽得爆啊 第三呢 不要时刻去想 去锁死我们的手肘 因为咱们大部分的练三头动作啊 都是一个肘部的屈身 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呢 就练三头要必须来锁死肘关节 尽量把手臂伸直 其实呀 这些都表面的现象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呢 他们这个三头啊 收缩的最大化 但是手臂呢 还是弯曲的 但是有的人呢 他只有手臂伸直之后 才能感觉到三头收到最大化 所以说这里面的关键啊 不在乎你在练的时候 你的手指有没有锁死 你的手臂有没有伸直 而在乎你的三头 有没有最大化的收缩 所以说 在之后的训练里面 你就要把注意力 放在用力收缩的三头上 就没问题 第四点 不要再去做这个 今后哑铃必须伸 换成其他的动作 这个动作啊 本身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这个不良体态 或者说这个肩关节 灵魂性不好的话呢 做这个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比方说啊 你现在有这个 圆肩脱背的情况 或者说这个肩关节 活动性收线 那你手臂根本就抬不起来 那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哑铃就会非常明显 有一个从后往前的轨迹 当你在拉起的时候呢 你的三头就会非常容易 失与张力 感受不到收缩 所以说这个动作效果 就没有那么好了嘛 如果你现在 练这个动作 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如舍弃它 换成其他动作 因为练三头 没有好多动作可以选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不要想着 只把这个哼盖压下去 而是要想着 去用肌肉 把这个重量给提起来 第二 在想着拉伸的时候呢 用力收缩我们的二头 第三 不要时刻想着去 锁死我们的肘关节 最后一点 可以尝试啊 去把这个 紧后哑铃必须伸 去换成其他动作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想帮你拖着人家训练思路 通过尝试 让你找到最适合 你自己的训练方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你下个视频 想看什么内容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告诉我 健身路上终身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